哈喽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沙的新一期视频 好我们来本期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 第一把我们是个一号位的大主公 我们选择了这个打工皇帝 那我们选了打工皇帝 当然是给我们自己打工了 好那我们准备秒全场 但是啊 这场上只有坏人一号啊 坏人二号啊 这个曹平不知道已经是最大的仁慈 他直接起手帮我们啊 那蛮丑他愚笨 愚笨啊 那肯定不是什么好人了啊 那我们先让他调血吧 这个法庭 这也来恩怨我们啊 那就是坏人一号坏人二号 那这个蛮虫啊 我们尽量让他调血 尽量让他调血 那这个曹 曹大 他这次不反我们了 不反我们了 那应该就是个大幻影了 应该是个大幻影 来万剑齐发 好你无限 非常好 那这次开张真的万剑给你们看啊 那在这个至尊场啊 就界限突破场 一共有161张牌啊 唯一张万剑啊 我们就不用这个乱剑 我们就开乱 这个万剑 然后人头倒下来之后啊 我们应该就 他们应该也撑不了了啊 就像 撕了一个口子一样啊 撕一块不过啊 只要一个口子撕开了啊 那 接下来就是这个 啪啪啪啪啪 直接开撕了啊 全都去死吧 全都去死吧 那这个庞童他信过纯哥了啊 那他这次肯定是信不了纯哥了 来 路神 好 这个 比丧命更痛苦 I am too young 他这个 还是太年轻了啊 我这个 曹丕他行商拿了14张牌啊 你别看他拿14张牌 其实他对我们的威胁 其实不大的啊 那卡14张牌里面肯定是没杀 不是 没闪 没酒 没淘的啊 好 来 捡一马 A颗 杀杀杀 那你刚刚第二下没翻我们 那你肯定是个大坏人啊 这不用看 你放 放这个表情笨眼你都没有啊 谁让你刚刚没翻我们啊 你刚刚第二下如果翻我们 那我们肯定 相信你啊 准备犯剑 来 最后一轮 该死的死啊 如果是忠诚 我们啊 原来是个内奸 想是个内奸 那我们大公皇帝啊 为刺激大公 这个 射了全场啊 不是 射了全部反贼 内奸 好 那第一局我们这个 射死了所有反贼 那 获得了胜利 那我们为这个第二局啊 博一个豪彩头 第二局我们是个二号位的大内奸 这压力有点大呀 这选貂蝉嘲讽太高了啊 主持角玩家 选了这个 流氓云 那 这 主公 会起手来忙我们一下啊 成一七 可以转 微微安 就忙 成一七 你也逃不了这个首贵的命 啊 哎 忠忠生有 我哥拆潮啊 这个 在主角眼里啊 除了主公现在不能打以外啊 都是坏人啊 都是坏人 那去拆了这个 这个 做大钱 上 好 这个 这个 陆飞啊 草帽哥 你来杀我们 这不是给我 抽你牌嘛 反贼啊 大反贼出来了 嗯 正在今日 仲家官 乱刀出鞘 那 这个 不知不觉啊 左大仙 这个仙人啊 被打成了残血 这个 我们下号的这个 是个好银啊 是个大好银 那 还有个好银 是不是 借皇盖和 官妹子啊 这 不确定啊 我们希望借皇盖是忠诚 借皇盖是忠诚 会怕你吗 哟 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打残了啊 你这个皇子恶 回满了 回满就回满吧 不行啊 你活一轮啊 在我们内奸死你啊 你们都得死啊 都得死 好 这个 皇盖啊 皇老爷子来给我们打工啊 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 接下来的啊 都是大欢迎啊 都是大反贼 啊 我们希望黄盖能给我们打打工啊 也 非常喜欢黄盖这种忠诚啊 既然给我们打工啊 这个 别人啊 就是他自己的血线也会低啊 那当然啊 反贼 别人会帮我们干他 帮我们干他 帮我们干他 那 驱雷笨店 奔了 皇老爷子 那非常好啊 不知不觉啊 皇老爷子的血线啊 是越来越少了 越难了 那 说不了左四的话 来 我们手里有盛手赞扬 来 长山赵子龙眼 你不是喜欢笨店吗 就让你笨啊 九 哈 挂维木 挂急救都没用了啊 维木 维木你只能往地景防啊 我防不了地杀 那 这手里有杀 哦 有属性杀 没铁锁没酒啊 那我们一类的角色 那 那我们有连弩 有剑衣马 那我们左兔兔 妖妖� 밖子 妖妖蝕 那我们尽量把这个戒失数的写真压下去 那 grieving 也能 防 Solid internet觉醒也是最好了 留公团了 球暴盟 教�.: wolf 解雌树 猪 oppression 克口 好,那觉醒了啊,继续入觉醒了 太炎纳剑,盛金虎公 那找了一张锦囊,这个基本牌,拿了一张闪 那在主公眼里啊,在主公眼里,丁凤是内奸啊 在主公眼里,丁凤是内奸,我们是忠臣 那我们就,就认为啊,这个,就让主公认为我们是忠臣,丁凤是内奸 他,那在主公,主公以为要赢的时候啊,跳出了,就内单挑啊 那这个刘备,哦不是刘备啊,小黄觉醒,比较难打咯 没事啊,我们有冲阵,我们流氓,流氓啊,我们流氓随便拿你一张牌啊 顺手,顺手赚扬,再无险,再无险,反无险 好,你不是无险很多吗,来,直接冲蛋给你偷了啊 那这个,小胖啊,这个,自暴自欺了啊,直接放权给我们了 那不让我们活着啊,那就这个,举起了自己的白内裤啊,我们内奸啊,轻松了,获得了胜利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的一把录像 接下来我们是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啊,主公选了这个主流主公啊,曹大呸 只手握两个难蛮啊,这是不是要干出一点事情啊 原位的借许和读的课,是不是忠诚啊,我们先不管啊,先给它不飙了,这个,说远不远说近啊,也不近的徐胜 嗯,要拿我们菊花刀,我们手里还没啥啊 啊,那这个酒菊花下去,我们好,对我 大军在此,休想天进一步,恶不思索 那翻了这个,翻了这个,墨浩威的邓爱 那邓爱说什么话,我们在邓爱就有点偏偷松说的内容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吧 废话少说,放马过来吧 来,包给我你啊 哎呦喂,你这徐胜,你还有点神啊 好,那这个非常好啊,那这个非常好 一副牌,161张牌啊,在这个,加上马车啊,一共161张牌啊,三张男们都给我们拿到了啊 那,这群,用祝荣的那句话啊,向帝们塔碎中原大途吧,塔碎你们这群,中原的塔碎啊 那我们,给这个反贼啊,压压血线啊,压压血线 呃,顺便啊,我们给戒徐叔打打工啊,但是这个戒徐叔,万一是内奸,就不好去了啊 这时候,二张也挑了一个忠诚啊 那,这内奸就不一定了啊,戒徐祖和祝荷克都有不能当内奸 那,张招张红如果当内奸,那肯定是到后期没什么兵性力的啊 那,他是忠诚的话,那他们两个肯定有一个是内奸啊,而且内奸的嫌疑都不大 这,六兵又乐,天过一,天过二啊,这时候反贼帮都藏了,一届手牌来打,反贼的话,他应该跳得非常重了啊,而且连收两个忠诚啊,连收两个忠诚啊,那我们,应该相信他一下啊,应该相信他一下啊,那我们看特克怎么打 那,他低调我们就不管他了,我们先把这两个反贼收了啊,那这两个就是大反贼啊 他,主公器重牌啊,不知不得物多律 神奥财啊,身后排队啊,结束两环,不合拆桥,杀,莲奴,哈,雷哈,哈 那我们不管啊,我们先把这个董胖子给打死啊 神奥财了,陶一,那是我们守卫两杀,就是你 也不过如此吧 那这个,诸葛克啊,那,排队模式开启了,排队护家啊,那,借其是忠诚的话呢,诸葛克是内奸了,诸葛克是内奸了,诸葛克是内奸的,哈 我就不相信能奥财一,奥财出闪一,奥财出闪二啊,那事不过三啊,事不过三啊,事不过三啊,呃,这,朱雀与山,哈 主公器重牌啊,父亲合不托律,果然,也不过如此吧,事不过三啊,可能一直有闪啊,那这个董大胖的八卦啊,这把杖八气了什么意思啊 那,这个后期啊,就是我们这个,主公跟董大胖,单挑啊,那,我这里就不放下去了,不放下去了,因为他那个杖八都丢了,按照我的意思啊,杖八肯定要装上的啊,你看,你都好几轮都没摸到杀了,你看,如果啊,如果你装了杖八就九杀,拍下去,不,不意思啊,那我们这里就执行查断了啊,那当然啊,这个,这个, 主石角玩家啊,肯定是有主石角光环的,肯定是主公胜利啊,我不骗你们啊,我不骗你们是胜利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把,也是今天的最后一把 这个是个四号位的大缓贼,主公选择了孙笨,那我们选个文聘,来保护保护队友,果然啊,选了文聘,那这局啊,是彩虹的同学给我投的稿,谢谢大家,谢谢他啊,就谢谢大家了,那他选了文聘, 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技能啊,毕竟,新武将登场的时间也比较久了,也,出场率也不是很高啊,我来读一下啊,自选一技能,正位,当一名其他角色成为沙或黑色锦囊的目标,时啊,使用者不是你, 若该角色的体力,体力值啊,小于你,且此牌的目标数为1啊,那刚刚,人数开了个难蛮,那肯定我们是不能正位的啊,目标数为1,当然这个双杀流的,呃,你也不能正位啊,像太史词,丁凤之类的啊,你可以弃制一张牌,若如此做,你选一项啊,摸一张牌,然后将刺杀或黑色锦囊转移给你啊,二,令刺杀, 或黑色锦囊,牌无效,然后刺杀或黑色锦囊转移,这个,以至于这个使用者的旁边啊,不将牌上啊,不将牌,不将牌,不将牌旁啊,当年回合结束后啊,使用者获得,这个不将牌上的这些牌,那记住啊,只一只小一名,等于也不行啊,等于也不行啊,目标二啊,就是这个目标为1啊,那比如说我们这个刚刚元素开的, 那个男蛮,我们肯定是不能正位的啊,不能正位的啊,顺手转移,顺手转移,这,不练师,她,她是红跟,红跟流氓云啊,那刚刚过,不练师过餐,张高张红啊,过餐二张,那我们,她提示我们要不要放动正位,那刚刚二张是,红跟流氓云啊,那刚刚过,不练师过餐,张高张红啊,过餐二张, 一张是,红跟流氓云啊,当前肯定是她比我们要,我们就可以给她正位啊,那一张是,红跟流氓云啊,那一张是,红跟流氓云啊,那二张如果是我们的队友的话,说实话能对我们进行一些保养啊,我们正位是可以起一张牌,也是起手牌啊,那我们把水平放在这啊, 我也不解释了 你们看事情可以打个赞典 看一下 那刚刚 再敢来犯 定向你移工而返 那刚刚这个流氓云 想要冻戒皇盖 那我们在 怎么可能 让你得逞呢 还想拆乐 还想拆乐将下防线 赴若金仓 那这个天后我们肯定是没办法的 就是排队 不就以无功而返 天下佛友 一万块 那我们刚刚这个执行的 都是让这个磁牌无效 没把这个 排动目标转移给我们 那孙坚刚刚火攻我们 那我们肯定是不能对自己正位的 不能对自己正位的 那我们就不装了 我们就不装了 留在手里呗 来 不练师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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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帮之体 虚当如是 为 将军这些 那黄盖如说 这个 一直炸香啊 比较就越少 那我们肯定能保 一直能保护他 顺手赚扬 这二张 这二张 来 把这个 赵鸣收了吧 七张牌 抄一张 炒花啊 还挑不出来 死了啊 那这个 那一间啊 比较尴尬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四连反 他们组终内 连动啊 这个场景啊 这个 是比较 将下防线 哎 你这个还想打成盾啊 你 你知不知道我们 这个 文凭战 你还想九杀他呢 九杀啊 再敢来犯 定叫你 无功而返 那你果然是 无功而返 如果啊 如果孙剑 刚刚跟你配合的话 我们这个 我们反贼方 肯定叫残的啊 我才是皇帝 而且打出了个成敦啊 打出了个成敦 一一外幻啊 非常好的 那赶快啊 铁索先 铁人结 进一着 进一步 那我们先把这个 孙剑给打死啊 二 这个元树先留一下 这毕竟 这个元树 跟二章啊 二章组合还是挺强的啊 虽然这个元素不是我们一旁的啊 不是我们一队的 嗨嗨天下 败一路我手 刚刚为什么我们不能对 二章振卫呢 体力值小于你啊 等于都不行 刚刚我们是三 体力值是当天体力值三啊 张召张我也是三 所以我们不能给他鼓震啊 他如果刚刚是二 我们就可以跟他鼓震啊 正位啊正位 这黄干啊 来把 把孙伯的老爸拿出了 好 他 杀一杀二竹 再砍一半啊 别手 给他来 给他给个正位啊 那这重任 交给二章女男好 那刚刚他装马车 说的话你还不弃了给 二章啊 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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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 机械啊 但他装了 还 马车能 至少轮起来 也不错啊 不错 随少 好 这 卖 卖 卖就卖 有酒有 怕死 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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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少 天下罗友 那我们现在体力之为一 那肯定不能保护自己的 不能 不能保护队友了 自己 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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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外婚 那没事 没事 那杀 酒 闪 那这个牌 保命应该不要紧啊 保命应该不要紧 来吧 收了 二章 加把油呗 金当稳固内政 严肃 坏坏 来 火宫 老师不是要火宫吗 我才是皇帝 那这个制霸啊 他获得了 神职制霸啊 那肯定是不能拒绝的啊 不像孙范 孙范觉醒之后是可以拒绝的 好 神八卦 我拆一招啊 把八卦拆了 来 这副杀一刀 他把火杀留给皇帝啊 那也是一招 哈 那这个收元素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神八卦担 不斩想象 哈 杀一 决斗二 那还能出一张杀 那你身份如果 这个乐 没过你觉醒之后呢 就危险去咯 还不让你觉醒呢 好 好 那你二选没有等着 被我们捕捉吧 而且我们反贼的状态 非常好啊 基本上每个都是神装啊 每个都是神装啊 那身份被我们强大的气势啊 举起了他的白内裤 好 那我们顺利的又获得了胜利啊 我们这一瓶啊 王盖拿了四个这个 用全场核心啊 说说全场核心应该是我们啊 应该是我们 好 那不管啊 不管 我们赢了就好 我们赢了就好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结束之前彩虹再说一句话 那就是传说当中的 谢谢大家了 好了 谢谢大家